要改变命运 我们需要借助几股力量 一种是天的力量 一种是地的力量 刚才说 我们这个壳来自光阴天 来自光阴天以后 到了地球上 地球是个自转的星球 地球是一个公转的星球 所以它的自转 就和周围的天体 形成了天左旋地右旋 就在拧麻花 拧来拧去 就变成了DNA 双楼旋 你们知道DNA是一个左旋一个右旋 拧麻花就变成双楼旋 所以我们这个壳身 光阴天是透明的 身体是透明的 所以你们为什么喜欢 有的女孩子喜欢穿白纱衣 世界你自己知道你在天上 那就是你的天衣 你就是天衣无缝 它就是你的身体长啥样 那一块布就自然而言 它就成为你的衣服 没有缝 叫天衣无缝 然后是纯透明的白纱 你的肉体也是透明的 这是光阴天的人 是由光组合的静明身 这是为什么我们修到 你们看观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都穿的白纱衣 它是静居天嘛 已经干干净净 没有一点污染了 已经纯光了 那就是光阴天呢 然后没有语言 不需要语言 你看我一眼 我看你一眼 什么事都明白 以光为传导的媒介 眼光一碰到一块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没有语言 所以光阴天的人 是这样的美妙 但是我们到了地球 你受天的染物 受地的染物 天上就是日月星辰 地上就是金木水火土 天有天五行 今天还是金木水火土 五大行星 地有地五行 金木水火土 所以我们的人体就被天地五行 交合 染成了天地五行 共同构成的生命体 你的壳就不透明了 我们修行人到了一个时候 你看自己的手 是开始透亮了 看自己的骨 开始透亮了 身上有光了 这就是进步了 这就是去了很多天地的禅服 天左旋 地右旋 两个在不停地把你夹在中间 禅服着你 纠缠着你 这一纠缠 形成了很多纠结 有些结就打成了死结 解不开的结 那么我们和天地有解不开的结 众生之间 人和人也有很多解不开的结 我们和六道众生 又有很多解不开的结 你杀动物 吃动物肉 吃着人家的肉 人家寄居在你身体里面 做寄居体 把你的身体 当成他的房子住 这有什么不可以 这就是纠结 纠缠的结果 缠多了就成癌症了 解成死结了 那么居住的灵体 在那身体内堆积 太密度太高了 就不通了 气血不通了 就变成了动物的超血 所以我们人体是由四大类 有五大类生命体组合的 一种叫飞禽类 飞禽类呢 就是羽毛类的 你吃鸡 鸭 鸟 鸭子 这些有羽毛的动物 它的生命 纠缠在你的生命体里 你吃毛类 这个猪 羊 牛 这些毛类的毛虫 它的生命体 就和你的肉体 纠结在一起 林类的 鱼 这些所有有林的 龙 蛇 这些有林类的 也被你吃 也纠缠在你体内 那么有盔甲类的 甲类的 甲鱼 这些乌龟 这些也纠缠在你体内 说左青龙 右白虎 猪雀是羽类 玄武是盔甲类 再加上我们自己本体是个螺虫 为什么 我们出生的时候 你穿着衣服出来了 你是不是赤裸裸的一个小螺虫啊 死的时候是穿着衣服 过一段时间 衣服也烂了 你是不是又是落体的 躺在土里面 赤裸裸的 最后变成骨头架子 肯定更赤裸裸的 肉都烂没了 所以我们是裸虫 首先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你知道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和什么东西有纠缠 你要把这些结给打开 所以我们要借助天的力量 地的力量 把这些死结 一个个的死结 在我们体内的死结打开 用什么方法才能打开死结 这就是说 用风水 用内在风水 你必须修大作 一个不修大作的人 一个不修四成八定的人 他连去四界天都没有资格 你死后你做了一大堆善事 你称其量在六余天 欲界六重天 称其量在欲界天 你要到四界天的人 一定要修四禅八定 四禅八定就必须学打坐 四三八定成就的人 叫正什么他就成阿罗汉了 辟之佛了 他就步入六道轮回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人来到人世间 如果你一天打坐都没学过的人 你太浪费了 你太可惜了 为什么 没有机会升四界天 更不要说到无想天 无四界天 那你更没有机会成佛了 说戒定慧三根本学 定学 禅定 修大作 改变内风水 这是唯一的供法 无论你是学佛的 无论你学道的 你学耶稣的 你学所有的方法 都必须学打坐 学禅定 这就是止观法 为什么我们在 这么多年 八年的时间里 不停地强调 止观的重要性 这是我们生命升华的 唯一的一条通道 这是我们要改变命运的 最快的方法 只有一个修行的人 能够使自己内在的天 内在的地 内在的众生界 也就是你的胸腔 天就是颅脑腔 地就是下腹腔 只有一个真正懂得 只观法 修行的人 你才能够使自己的内天 内地 内众生界 充满无量光 用阴阳放光的方法 一阴以阳为之道的方法 用其光 富贵其名 才能使你的天 天人身 透明的身 五脏六腑都透明 四肢百合都透明 叫什么 照见五云皆空 度一切苦恶 我们无论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 你要度一切苦恶 只有一个方法 照见五云皆空 你用什么去照 你拿个手电筒 能不能照 你拿着蜡烛 能不能照 你都只能照外面 照不到里面 只有反观内照 把自己的光 往内反照 用自己的生命光 去照自己的五脏六腑 才能照见五云皆空 只有用自己的生命光 去照颅脑腔 照胸腔 照下腹腔 你才能用起光 复归其名 才能六咬 接阳 大明中始 才能明明德 德是光气 本来是透明的 因为有污染 所以是不透明的 用起光 复归其名 明明德 这是大人的学问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这是大人之学 乃是改变自己的名愿 使自己的天地人 内在的天地人 都放不亮光 用这个光 使自己大明 一个大明的人 他是贵人 他是君子 他是大人 他是大人 他就是大人物 他是君子 他就坦荡 他自己的 内在的无量光 透出来 他就是菩萨 他就能度众生 度内在的天地人的 万物众生 度外在的天地人的 万物众生 都靠无量光 是自己 内主自己的世界 内主天地人的世界 所以只有你的天的光 内天的光 升起了 内地的光 升起了 内人法界的光 升起了 你就能大化 化什么 化掉所有的结 使这些结 打成的结 都由光 化成光 光是空性的 光就不可以 产生纠结 光就没有纠缠 那你自己变成无量光 和你纠缠的 羽类众生 甲虫类众生 这个毛虫类众生 那么这些众生 都变成无量光 你度化它 你身体里没有 这些众生的信号了 你还原成自己是 光阴天的光身 在这个基础上 再用自己的肉壳身 把这个 做成模具 变成一个 不坏的金刚爆身 你就不用再去 天界轮回了 你就可以去 究竟的 色究竟天 去成菩萨了 乃至去 长济光土 成佛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